大学近日不约儿童的调涨宿舍费 东吴是全面调涨两成 等于每学期要多缴2000元 世新现在也决议校内宿舍 私人亚房要再涨6000元 两年涨幅是高达180% 而双人亚房一学期就要6万2000元 等于一个月要付14000 学生大喊吃不消 外界推测或许是和陆生不能来台 将亏损转嫁到学生身上有关 不过世新强调绝无此事 宽敞明亮的交易空间好比文青咖啡厅 宿舍内部打造的像是时尚文旅 世新大学砸重金翻修30年的老宿舍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 费用也跟着调涨 校内双人亚房每床从52500元 调涨为62000元 涨幅近两成 私人亚房108学年度已调涨过 明年又要涨 调涨为31000元 两年涨幅高达180% 不少学生在网络上发表看法 认为还不如去住外面套房 学校是怎么了 怒批把学生当摇钱树 还揶揄说 世新宿舍根本带动区域房价 一个月拔钱的套房 然后大概四五平 租这个套房大概多少钱 七千块 宿舍是抽不到 因为学校也没有保障 外建市的名额这样子 然后现在的宿舍也都很贵 学机问问世新学生 校外租房五平大小 套房一个月七八千不等 宿舍涨价后 等于一个月要一万四 难怪学生宁愿住外面 不止世新 东吴今日也决议宿舍费调涨两成 换算下来学生每学期要多缴两千元 外界推测这学年开始 陆生不能来台 高校年亏八点八亿元 后一阵就是私校变相 收台生的钱来补裁员 各个宿舍我们把它重新规划之后 有一个定位调涨跟调降都有 这个跟陆生来不来 然后要拿这个来补那个缺口 这没有关系 校方强调调涨宿舍费和陆生不来无关 不过从世新109学年度预算书的内容 确实看到当中提及因应少子化及陆生减少 落实开源节流调整各项收入 也包含住宿费标准等费用 收入来源转嫁一说似乎不言而喻 校舍本意应该要减轻学生住宿负担 但现在惊人涨幅让学生吃不消 这大环境的现实压力 似乎让半学初中也不得已变了调 记得余生行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